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会使我们的眼目离开了神 单单注目在自己的问题上 不如我们稍微停一下 听一下保罗的一句说话 在高林德侯书第一章他说 我们被压大重 力不能胜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神 我估计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像保罗那么凄凉 因为他曾经试过坐经的船都要快下沉 他又试过被鞭打差不多要死 又试过被一帮反对他的人追杀 甚至要躲在那里 深夜被人从城墙那里跳下来逃命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保罗所说的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也都是他为福音所承受的 非常沉重的压力 但是他在这些压力里得到的秘诀就是 叫我不靠自己 只靠神 即使在面对重重的压力里 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我们不小心处理的话 它是会伤害我们和人的关系 而且后果可大可小 而在承受沉重的压力里 让我们都好像保罗一样 不靠自己 只靠神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我很需要从祢而来的智慧和力量 而当我们看到情况不受我们控制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学习坚定相信神 我们要数算祂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要信得过 在当前这些看起上来 好像很难 很失败的境况里面 神是会继续地赐下祂的恩典 使我们得到胜利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不单止体会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也会体会到 原来在压力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冷静面对 令人喜爱的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